上回书说到陆银,回到家中,见着了哥哥陆丰,陆松坡。 这个陆松坡是个坏人,是个银贼。 他带着陆银,收拾好东西,直奔云南府。 到了云南府北关住店,吃完了晚饭,好到二经天了,两个人换好了夜行衣,背好了丹刀。 游打屋中的窗户里出来,两个人都是很好的轻功啊,这样进了城了,直接就到了李英的家中了。 到了李英家中一看,院中死气沉沉,一人都没有。 陆银就跟陆锋说,哥哥,他藏起来了,没有没关系,回店,咱们哥俩在商量。 两个人回到店中,把窗户关好了,哥哥,李英是不是闻着风的跑了? 嗯,还有可能啊,即使不是闻风,他也会知道,你肯定会回到长得府。 想我陆家藏龙卧虎,有的是武林高手,能不帮你抱着雪海深仇吗? 他跑了,咱们得想办法打听他的下落。 跟踪寻迹,把他的满门杀绝。 陆银也着急啊。 哎,哥哥,我的家人陆锋跟李英的家人李能,他们老哥俩可不错呀。 我想李英到什么地方,我的管家陆锋肯定知道。 嗯,你说的挺对。 哎,我问你,兄弟,你家中还要多少钱? 详情我不知道,可能有几万两吧。 好吧,咱们哥俩明天再去一趟。 这样两个人第二天换好了夜行衣,到了夜里,就奔了陆银的家,月墙而过,这陆锋还没休息。 陆银一敲门。 陆锋啊,我回来了,开门。 陆锋听声音,觉得耳熟,把门一开,哎哟,小少爷,奴才给您磕头了,您上哪儿去了? 你起来,到屋中说话。 陆锋起来,三个人进了屋。 陆银用手一指陆锋。 陆锋,这是我哥哥。 我已然回湖南,认祖归宗了。 陆锋赶紧录风行礼,哎哟,大少爷,大少爷。 我问问你,陆锋啊,东月儿怎么样了? 东月儿,听说大爷大奶奶带着儿女离开云南府,他走了。 到哪儿去了? 那老农也不知道,李能也不知道。 听说是躲在避祸才走的。 陆银哼了一声,陆银知道,陆锋肯定不知道李英的下落,李英也不会告诉他,我再问也没用。 他看了陆锋,陆松坡一眼,然后就跟陆锋说,陆锋啊,我这家就交给你了,啊。 把所有家中的人,你挨着个儿的,多给几个钱,都给他辞了。 我问你,咱们家还多钱? 老管家陆锋赶紧开抽屉,把账目拿出来,少爷,您自己看。 陆银一看,四万多两银子都在钱德银号存着呢。 陆锋啊,爱少爷。 明天你到银号,把账截了,留下两千两银子,啊,那是你的养老费,剩下的交给标行,把标行的佣钱交了,全都给我运到湖南长多府,陆家谱,陆松坡收,明白了吗? 少爷,老奴我明白了。 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了? 没有了,老奴我照办就是。 陆银跟陆锋回到店里住了几天,陆银说,哥哥,咱们走吧。 李英肯定是走到这地方,非常隐蔽,咱们也找不着。 云南府,我也没什么留恋的,算他命大,啊,咱们回家吧。 陆锋用手指的陆银,我说,你呀,你怎么一点气性都没有啊? 你就这样便宜李英了吗? 这仇就不报了吗? 照不着他呀? 照不着他,咱们可以借刀杀人,叫官府拿他治罪。 哥哥,您说怎么办,我听您的。 这样陆锋就带着陆银在云南府采花作案,杀了十八个姑娘,留下李英的名字。 最后这个姑娘,是四品知府梁玉书的掌上明珠,他们俩跑了。 陆银的银子,也有打云南运到了常德。 这梁玉书,派孙亮,去捉李英李世军。 这陆银高兴了,回到常德之后,就跟陆锋商量。 哥哥,您说我怎么办? 哎,我想给你盖房,可是咱们家房挺多,用不着盖,就跟我住一块吧。 哥哥,我现在可不想跟您住一块。 如果李英猜到是小弟我办的这事,他肯定到常德府来找我。 那时候,我得给您添多少麻烦。 那么兄弟要因你之见呢? 我呀,到常德找个店。 我可以随时回来呀,您可以有事上店中去找我去。 哎,那也不错,兄弟就这么办了。 陆银呢,就在常德北关三合店,包了三间上房。 他白天在店里头养着,到了晚上,他可就出去了。 跟陆锋学的,也变成了一个采花的银贼。 夜晚之间出去胡作非为,陆锋挺高兴,还给他圆了个号,叫展翅迷猴。 三年的时间,这陆银做尽了坏事。 这天晚上,他来到东关。 尧打东往西走,信不咸游,哎,他眼睛一亮,看见一个大姑娘,长得这俊啊。 坐在这厂盆车里,陆银两眼都直了。 就瞧这车,进了西街口,往东走,路北有个大门,车子停住。 婆子下轮,大门开了,尤打里边走出几个女人来,有婆子拿个街角凳,放在车员的里边。 姑娘就下了车了。 等这个姑娘进了门了,人家把门光当关上了。 这陆银才明白过来。 他顺着西墙望北,转到北墙,做好了粉劲。 回到三合殿,闭了一会儿眼,换好了夜行衣。 身背后插着刀,有打电力出来。 走东北城脚,飞身上墙。 抬头一看,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。 满天星斗出拳,月色光滑,露银高兴,今天我得做件称心如意的美式。 所以露银呢,他就进了这大虎人家的院子,分花浮柳,到了后窗户。 他轻声一提起,当胳膊一跨这窗台,拿这右手的织巾盖,在这窗户纸上,划了个月眼口,秒一目,要望里头看。 李英,李世军跟着呢,李英能让他做坏事吗? 啪! 一阵风下来,李英拍了露银的肩头一掌。 这露银可就不能望里看了。 柯膝盖一碰着山墙飘山下来,一看,正是仇人李英,李世军。 李英怕他喊出来,如果这小子一嚷,人家姑娘的名声就坏了。 他冲着露银一招手,转身行顺着后院往北往前跑。 露银心说李英,李英,钱丑没报,今天你又坏了小太爷,我的美事,我岂能容你。 这露银呢,望下一塌腰,擦擦擦擦,就追着李英,李世军。 两个人一前一后,就到了长德府东北城角的外边,一大片树林子。 李英站住了,露银一伸手,苍凉凉,就把刀晾出来了,姓李大。 狭鲁前逢,好啊,今天我要报复仇,你的死期到了。 李英看着露银,兄弟啊,三年来你彩花作案,身犯王法, 只图一时之乐,而以万事之丑,难道说你活腻了吗? 嘿嘿,小太爷我喜欢这乐,跟你有什么关系,你管不着。 露银啊,你要知道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诸之。 你要明白,人之姐妹,己之姐妹,剑色而起银心,抱在妻女呀。 你小小的年纪深染下流,归入贼匪之类,我都替你害臊。 云南府,是你仙人坟墓之地,一包都埋在那儿了。 啊,丧子乡里知情全然不顾,你已然是衣冠秦少。 李英为什么这么说? 李英心说我说出话来,看看露银敢不敢承担云南府的命案。 我看他说什么,没想到的露银啊,对待羞耻仁义四个字,是全然不顾,他还真敢承认。 哼,云南府十八条命案正是小太爷所为,就为让云南府的人知道,知道我露银的厉害。 露银啊,你既然让云南府的人知道你的厉害,为什么杀人之后留下我李英的名字? 哈哈,留你的名字,就要你李英一命。 好啊,露银啊,露银,你竟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啊,哈哈哈哈。 啊,慢着,你笑什么呀,露银,我笑你枉为男儿,你既然认为应该杀我李英,你为什么伤天害理啊? 你应该拍门找我,你为什么杀这些无辜的姐妹? 再说,你杀我李英,你用什么办法都行,你用这种低级下流之法。 你要做别的案子,我李英能替你去死,为了保持陆家的后代香烟。 你做这种案子让我李英替你去死。 哎,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,咱们两个人,手拉手到云南府大堂之上里,跪在当堂,承认这十八个人是你杀的。 你放心,我李英可以替你引进寿路。 呸! 哈哈哈哈,李世军啊,有那么混蛋的官吗? 我招供让你受刑,天底下地上头,没这个理儿。 陆寅,你出身清白,你怎么做出这样的坏事? 天理不容啊! 难道说采花你也为了报仇吗? 你管哪? 你管得着小太爷我吗? 今天我就杀了你! 说着话,这陆寅往前一赶步,左手一晃面门,刀走铲头国脑式,唰! 斜肩带背,奔着李英,李世军就看。 李英,望左衣脉步跟右腿稍微一低头,唰! 陆寅这刀可就砍空了。 跟着陆寅,反手倒劈这口刀要回来了。 李英赶紧攻右部,崩左腿,缩身藏头,躲过第二刀。 陆寅上左步踏中空,进步撩音道,唰! 这口刀恶狠狠的就奔着李英的灯口了。 李英一个虎坐坡退出去,唰! 无耻之遥。 陆寅一空刀。 李英,你为什么三招不还手? 陆寅啊,我连让你三招,你知道我是合一吗? 嘿嘿,既怕小太爷,你不敢还手。 陆寅啊,天下武林的高手我都怕,可我就不怕你。 因为我从小到大,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。 你给我听清楚了。 我为什么让你三招? 这头一招,因为你我的父亲是八败之交。 老哥俩闯荡江湖几十年,同生死共患难。 现在,仙人尸骨未寒,你我遍目为仇。 为了追念仙人之义,我让你这第一招。 呵,有的说,那么第二招呢,你跟我说说。 陆寅,你我孩童厮守,光着屁伙长起来的。 你从小叫我哥哥,现在你变成了贼寇。 做哥哥都没有管好你,对不起你,所以让你这第二招。 哦,好,你再说说这第三招。 我李英在仙人面前,有约在先,宁许你不仁,不许我不义。 没想到啊,你做出了十八条人命案。 我李英,面对你这样的下流之人,不能恪守前沿。 我对不起仙人,啊,我覆水难收,我心里对不起仙人,对不起你,我让你的第三招。 再动手,我就不能容你了。 按说李英说出话来,应该打动着父亲之人。 可是陆寅依然毫无人性了,忙口胡言,我要你的命。 举起刀的刹,奔着李英的头顶就屁。 李英没有办法,把心意横,只好接招了。 探臂榜,按崩荒,苍凉凉,钢刀出窍。 左手搭药腕,使了个减腕的招数,刀刃冲上刹。 陆寅就只好撤刀了,要不撤刀,这手腕就掉了。 陆寅一撤刀,这李英刀随身转,闪左手右手刀,唰,就奔着陆寅的腰眼去了。 真快啊,这一下陆寅可就愣了。 没想到李英的刀这么快,陆英赶紧双脚蹬地金鱼穿泡蹦后这么一纵身, 而李英快,拿勇赶跃,这口刀就奔着陆英的肚腐扎来了。 两个人双刀并举,打在一处,打了十几个回合了,陆英一看,自己的刀法没有李英快。 陆英狠大,打着打着,刀望下一扫,直奔李英的双腿。 这一手叫扫堂刀刀,这刀就到,李英一看刀到了,双足一点地飞起身来躲这口刀, 同时右手刀顺风扯开,就奔着陆英的脖子来了。 陆英赶紧缩进藏头,李英的招真快啊。 退左部闪左手,脖草寻手,奔着陆英的双腿。 陆英再想躲可来不及了,只能闭目等死了。 李英右手望回一侧,左脚扎根,右脚用力砰。 一下就把这陆英踹出一溜滚去。 陆英撒手,汤囊囊刀掉在地下,李英一个剑步蹿上去,想把它拿住。 这李英啊,双脚刚一落地,想过去拿这录音。 没想到这时候,在旁边,啥! 一点寒星飞出一只毒药镖里,砰! 正好打在李英的腿上。 李英心说坏了。 一撒手,汤囊囊把刀扔了,一翻身,旁边有一棵树,李英亮亮腔腔,双手扶树,浑身颤抖。 李英明白了,大难临头,这标是毒药标。 李英稳住了精神,顺声音一看,有大草丛中窜出一个人。 李英明白了,这个人肯定是恶银贼陆锋,陆松坡。 确实不假,因为陆锋今天晚上想到三合殿看看陆银,等到了三合殿的扑空了,他就顺着北关望东下来了。 穿过树林子,他一看,喰,两道黑影。 前边的人穿了叶星衣不认识,后边那个正是自己的兄弟陆银。 他暗中瞧着,就瞧着两个人离自己不远站住了,两个人一问一答。 恶银贼陆锋才知道,兄弟面前站的就是云南府的腾身不悦李英李世军。 陆锋在这看着,李英跟陆银两个人一动手,这陆锋是大吃一惊啊。 李英的功夫这么好,就是我过去帮助,俩打一个儿也不成啊。 陆锋想出一主意来,他伸手有打镖囊中,掏出一只毒药镖里,再掌心着一扣。 就在这时候,陆银就被李英一脚踹在地上了,李英窜起来,往地上这么一闹,快闹地的时候,这小子抖手一彪。 金锋未动,禅仙诀,暗算无常死不知,这毒药镖正好打到李英的腿上。 李英支的坏了,大难临头,万无生理。 陆锋过来,把陆银颤起来,兄弟,你受惊了。 陆银伸手捡起刀来,往前一蹦,来到李英的面前,心里大。 你也有今天吗? 李英明白了,陆银要把我置于死地,到现在他扎我太好了。 免得自己身中毒药镖在这受罪呀。 因为李英明白,只要毒气一发,我比哀一刀还痛苦,我根本无法生还。 李英坐在树旁伸靠大树,兄弟,你来,给我个痛苦。 陆银的刀抓过去了,眼看要扎上了,陆锋一伸手砰,就把陆银手腕给钻住了。 兄弟,别杀。 哥哥,还不宰他? 哎呦,兄弟,你怎么那么糊涂啊? 别杀,为什么不杀? 让他慢慢地死吧。 哥哥,我跟他仇身四海,为什么你不让我亲手杀他? 兄弟,他还愿意你给他一刀呢? 告诉你,让他自个儿死,身中毒药镖,这叫万寡灵齿。 哥哥,他自己会治。 哎呦,他上哪儿找药方去? 来到常德的举目无亲,萍水相逢,谁敢留他呀? 啊? 他一会儿死必活着还难受,咱们走吧。 他们两个人走了。 李英,李世军才巧遇白解。 下回再说。